你知道你平时经常点的外卖很有毒吗 如果你发现你的朋友或者家人 经常点这三种外卖 快给他们住手 如果你在刷牙的时候 看这种店名里面带点或者杠桌的符号的 或者是一个店铺里面有好几种菜系 那你先要注意 因为这样花里不到店名 其实就是为了增加搜索吃 说白了 就是商家为了增加被搜索的概率和店铺流量 但是你想 一个小店里面居然有好几种不同菜系 那得是什么样的厨艺大师啊 多发是极怪间的料理吧 看似犬子多 其次很难吃 而且大概率啊 卫生也没啥保障 吃完以后 客人容易拉肚子 甚至呕吐腹泻 第二个 如果你看到这种月孝99平均4.8以上的 可千万别点 你可千万别以为是什么大店啊 大概率啊 就是玉子菜包 你想想看 即使是一个有20多元工体 不加骨的老厨师 他要准备十几个人的备菜 是不是也要花一三五的时间啊 所以很多大店甚至会在高工期 光比现场老板 因为备菜太多 人手不够啊 而且平台动辄抽成20%到30%的利润 那外卖对于大店来讲啊 就是赚个口碑 谁靠这个赚钱啊 但要说小店吧 那月销量999加什么意思啊 不用料理包 那厨师都得累死啊 噢 大多数这种外卖店 就是上一面有点下单 下一面啊 上家就玩玉子菜调料包 放水里加热啦 从点菜到煮餐 几分钟就能搞定 所以速度有快 平时又高 销量排不错 但這個安全性嘛 就見諸見諸了 最後一件也是最重要的 一點外面是一定要去商家的主頁 看一看圖片 看看它有沒有堂食 如果沒有堂食啊 千萬不要等 要知道沒有堂食啊 就意味著沒有人監督 而沒有人監督的情況下 商家完全給你無視一清二清三消除的規定 你看那些被曝光裝上販賣店 那個髒髒子啊 不就是商家怎麼方便怎麼來 完全無視實行安全規定咧 到了 變別方法 除了看食湯 你也可以看看商家的定位位置 如果定位在地圖上插得不到 或者定位在小區裡面啊 那大概就啊 就這種無視聽點的小做法 你可千萬要注意啊 歡迎你的朋友 懂招了嗎